请同学们开始想想你针对这个系统有没有任何的疑问想要了解的 那我先来说明我们常被问到的问题哦 好那在解说问题之前呢来看看是我们这里代理商有制作了一些教学短片 这个短片呢同时也有放在我们刚刚图书馆的那个参考的专区哦 所以请大家不用特别的扫描QR Code没有关系的都有连接到我们的网站上 那讲义刚刚我也提到会在分享给我们图书馆 会在课程后的几天在挂上你们报名的那个地方 好那第一题的常见问题 我看那个报告上传然后我等候了很久 是为什么都没有跑出来呢 好那常见的状况 第一个经常的是上传次数超过三次以上了 所以第四次第五次第十次第五十次都要等候一天的时间 这个是必然的 或你的档案本来就比较大 我们刚刚讲过了超过快趋近100Mb的呀 好几百页啊 你本身文章就要被处理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可以请你等候再久一些些 我们再登入回系统当中 那在还没产生报告前呢 都会是时钟的符号或是空白的一个状况 好那再的话格式编排的问题 有可能有些同学们可能是因为 是使用一些互动式的图表啊等等 所以造成说这个系统他读的读到卡住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里面的文字 所以就没有产生报告 或你使用修订模式破坏了版面的格式 不是A4了 所以才造成他也是卡在那个地方 那建议大家就重新调整你的原始的文章内容的格式 或者是你的删除掉我们的smart图示 改用图片再插入回去等等 然后重新的上传应该就能够正常的产生 那另外呢偶尔也会有因为是 指导教授设定有误的关系 造成说你的报告看不了 但这个比较常会发生在老师 不太熟悉系统的老师身上 但对于一般的我们系所的助教来说 他们都是很常在用本系统 应该比较不会有问题 再来下面一体是一个大在问 大家常会想要了解说 好我现在听完了training的课程 我也知道了一些需要留意的事情了 可是我还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多少比例才能让我比较安心 是比较适切的呢 好那我们再度分享的是 一开始前面有提到的概念 training的指标呢 不代表有没有抄袭的绝对指标 那他会因为我们这篇文章 他的性质 例如说可能是一个要投稿的期刊paper 还是是一个硕博士论文 还是一个普通的作业 那在判定这个比例的人 他对他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 或者是比例宽松 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的基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百分比较低的话 不代表是绝对没有抄袭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世界上的资料实在是包山 包海实在是太多了 不可能有任何一套系统把任何一个角落的资料都包含进去 所以可能还是有你引用的部分系统是没有收入到的 因此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低的一个比例 但是有没有抄袭这是原作者一定会知道的 或现在在网络的世界是很发达的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一定有可能有一天会被踢爆 或者是你会上新闻 所以大家在写作的时候 还是要比较的诚实会比较好 那再来的话比例比较高 不代表是绝对有抄袭的原因 是以下的状态 我们有提到是Train它是一个原创性 文字相似性的比对系统 所以你在写作的时候常用的专有名词 常用字句目录格式等等的内容 或者是合理的引用的文字 都会被视为是相似的 只要跟资料库里面是有一模一样的文字的话 那这边就要进一步的 以大家的整个学术伦理相关的一个规范啊 或者是涵养的部分 跟老师来做讨论 去确认看看说 这些的写作的状态 即使被套设了还是OK 或者是我可能要修改一下会比较好 不会有争议的一个情况 那或者是比较你本人的文章 像前面有提到个我投稿过的文章啊 在网站上的一些公开的文章 写作的文章 或我自己架的站的内容等等 被存进去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才有比对的到 也是有可能的 那综合以上的状况呢 你可以尝试一下方法 去调整你的文章内容 像是检查 引诸格式是不是正确的 可不可以透过我们的 排除quotation的方式 来去处理掉这个 你引用的文字内容呢 还有如果你是引述的话 引用的篇幅是不是恰当的 有没有过当的引用 这也是要特别留意 还有前面提到的 透过一些特殊的写作技巧 来调整你重新的就是重新再诠释一下 你的原点的部分 再来如果是真的真的完全一字都不能够改写的内容 且跟老师讨论去合一的 就是不超出他们能够认可的范围的 使用这个排除工具 或者是其实你的指导教授 他们有教授老师版的一个工具 老师版的报告中呢 能够协助同学用教师版账号排除相似的来源 如果你这些法条啊 引用的内容或是判例等等 或是不能更改的内容 实在造成你很大的困扰 很多的相似比例 那跟老师讨论之后 老师或许就能够从他的界面那边 帮你做排除这些 他们你们觉得恰当的一些内容 来降低报告的相似度 好那最终的建议呢 其实呃 原厂这边或我们代理商这边 是完全没有办法告诉各位 什么是合一或是可以的 或不可以的百分比的比例的 因为还是要依照各个不同的领域 跟学校单位这里 来去根据你们经验法则做一些判断 所以我相信因为这个系统 在学校采购已经行之有年了 他们一定有相关的一些 呃讨论过后的结果 就请你们参考 系统的一些指引 那如果你是要投稿的话呢 可以去问问看学长姐 有没有被询问到说 一定要低于多少比例 才能够去丢到出版社那边去 或者是有一些老师们 他的相关的经验可以做分享 如果针对学轮的概念 或规范有疑问的话呢 可以再上我们教育部的网站 来去做浏览 好那最后一题是 偶尔会有同学们会碰到这个状况的 如果我的文章 疑似被老师或助教存到资料库里面了 那我后续在比对的时候 一直发现说 哇好高的相似度哦 然后比对到的来源是中原大学 然后那根本是连我的系所名称啊 我的论文标题 我的指导教授 我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根本就是我的文章嘛 好那原因是因为刚刚提到的 有可能是因为老师或助教不太熟悉系统的设定的关系 所以不小心把大家的文章给存到了系统里面 但这是有解的 大家不要担心 第一个可以请老师或是这个开课者 帮你使用报告中 他们那边的排除来源功能 去排除这一笔 这个你不小心被存进去的内容 是让他暂时的恢复正常的相似度 之后呢 老师们可以再去回到他的他的账号里面 去查看到底是哪一篇你的文章被存到系统里面了 然后他去执行删除的一个申请 后续就能够让资料库的文章中被删掉这样子 但需要由我们的学校的管理者来做一个审核 那这个流程图呢 是可以请老师跟助教这边做参考的 这边就是不是学生 学生们这边是无法做任何调整 是由老师这里来去做调整跟处理跟申请这样子 但这是大家可以自救的一个方式 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的话 就请把这个相关的资讯可以转给你的老师 那在图书馆那边也有很多老师的指引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可以参考讲义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课程的讲义